台立法机构改革案进入所谓视线战场 29号 蓝绿两党刚好都来到桃园 为台立法机构改革做宣讲 但由于岛内掀起罢免风潮 两党不约而同把宣讲重点放在罢免案上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宇珍提案提高罢免门槛 但这次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却表态称 不赞同提高门槛 但可以加强联署审查条件 29号 民间团体发起的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的行动 联署已突破三万六千份 跨越第二阶段门槛 最快九月中就会进行罢免投票 国民党这种仇恨的一种心态 不理性的一种心态 把所谓的罢免当成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不止基隆市长因为台立法机构改革案的攻防 岛内政坛掀起罢免风潮 县市长 民代都被点名 其中就包括国民党籍民代王洪威 徐巧新 我曾经说过 如果要罢免我 我一定会发动罢免吴思瑶 所以我觉得吴思瑶委员也不用急了 那么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在做宣讲的行动 面对罢免战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全面应战 严理修改选罢条例 主张就职未满一年者 不得作为罢免提议与联署对象 更建议提高罢免门槛 一是同意罢免票数需达原选区选举人数四分之一以上 二是同意票数需超过被罢免人当选得票数 门槛不用提高 但是罢免的票至少比当选的票多一点 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 只是法案想送出台立法机构 所谓内政委员会势必面临表决 蓝绿七比七 台湾民众党成为关键少数 门槛不要动 但是连署的方式应当更严谨 这名警告说 就是蓝白合作说法 第一个遭殃的会是民众党县市的议员被罢免 那你确定民进党不会被罢免 真的还假的 不要再搞这种事情 我真的我对这一段时间 这个台湾政团的现象感到非常艳烦 台湾民众党定调 不支持调高罢免门槛 但要加强审查条件 台立法机构的改革案还未落幕 选罢条例恐怕又将掀起 蓝绿白新对决